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5.1前瞻抢先看 300元石 卡池复刻角色曝光 5.2到5.3风女加火神登场 第二期混词消息 六星神级辅助来了 元神纳塔的5.0下半卡池的新五星角色 基尼奇 以及雷电将军也已经up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抽到了呢 而说起后续5.1版本的 前瞻直播相关的内容 官方也已经公布 一起来看看吧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上图 就在刚刚官方终于发布了 5.1版本前瞻特别节目的预告图 元神5.1版本命定将军的 红光前瞻特别节目将于9月27日 也就是本周五的晚上20点整 零零正式开启 虽然和之前说的时间有点误差 但是影响不大 感兴趣的开拓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波 值得一提的是 距离5.1版本的前瞻直播也就不到两天的时间 也算是倒计时了 到时候还会有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300元时兑换码的奖励 届时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领取哈 而说起5.1卡池角色复刻的安排 就目前网传的消息来看 依旧是之前提到的三位 分别是胡桃、小草神、纳西达、千枝 其中千枝在上半 胡桃和纳西达则是在下半卡池登场 不过毕竟是网传的消息 会不会翻车还得看过两天的前瞻直播内容啊 还是那句话 毕竟没官宣 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 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原神纳塔5.1卡池越来越近 新五星角色西诺宁也即将登场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而说起有关于5.1版本的前瞻直播也终于要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 的5.1版本前瞻时间的安排了 就在刚刚官方也发布了最新的公告 5.1版本的前瞻预告图已经公布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时间是定在了9月27日的晚上8点开启 还有不到两天的时间 新角色西诺宁和卡池等相关安排也就要来了 感兴趣的开拓者们倒是可以去看看 而说起5月2日及后续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5.2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是恰斯卡 有关于恰斯卡的机制定位相关 目前来看的话是五星风系成女 也并不是之前提到的染色C 这么来看的话 负C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5.3卡池则是火神马威卡登场 以及第二期混质的开启 值得一提的是 有关于队长和欧洛伦的相关消息也来了 其中队长据说是双形态 而欧洛伦的话则是四星辅助 就之前的消息来看 欧洛伦是四星雷系弓箭 还可以和那塔角色联动 强度据说不低 可能是夜魂下握了 这次又一个六星神级辅助又来了 当然了 版本跨度大 保不保真 就不知道了 各位旅行者们 还需理性观看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